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 近日新西兰总理称 对印太地区不断恶化的战略环境 非常担忧 特别是在南海地区和台湾海峡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中表示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最重要 最关键的 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毛宁表示 中国是亚太的一员 中方始终同地区国家一道 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中方也愿同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各方一道 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交流 共同为这个地区的稳定繁荣发挥作用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最重要的 最关键的 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南海目前不存在什么问题 我们希望有关国家 能够尊重地区国家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 感谢大家